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来大陆很久 原本计划这个月回台湾 但因为疫情 只能暂时停下脚步了 他想用这意外的假期 用脚步跨越空间和时间 开始一段跨越时空的历史旅行 这段旅程将为他和台湾的年轻朋友 打开一扇新的历史之窗 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 几年前 杨保罗在台湾担任一队队员 负责驻守中列祠 这些守护的先列们和台湾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为什么在课本里 我们却很少看到和他们相关的资讯 在服役的时候 每次就明明是很大的事件 但是参与的人就像我们当初都要行很多的一个军礼 但是很多老百姓们都是不了解的 还有特别是年轻人 每次参加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们 他才会去纪念 也想到曾经在池湖的时候 也大部分都是老人们去看的 所以需要看看两边的对比 然后通过这四天的旅游看看现实的一个差别 难道这些被遮盖的历史讯息不重要 我们之所以对未来迷茫 是不是正因为对于过去越来越陌生而不了解呢 据他所知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学都在为日剧时代点赞 哦 他们可能会说是日志时代 然而通过访问长辈查找资料 他才知道日剧时代当中 台湾民众感受到的压迫与痛苦 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后 从1895年到1945年 台湾走入了日剧时期 家武战争获胜 对于集集于成为殖民帝国的日本来说 无疑取得了一张丰厚的支票 不但获得了两亿两白银 得到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更得到了保岛台湾 因为当年的日本本身国力有限 日剧初期 由台湾总督府主导殖民政策 官方帮助日本资本家 量身定做各种规则 让台湾提供农产品 资源与劳动力 为日本的扩张而服务 日本大量从台湾获得稻米与甘蔗 却不肯在台湾设置肥料厂 彼此形成一种依赖关系 阿里山的快木距林纷纷倒下 被运往日本成为高级的建筑材料 曾经前往台湾亲身考察的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史内元忠雄 写下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巨著 以及一系列批判文章 认为日本统治台湾 就是载制经济发展 他关怀被压迫着的台湾民众 寄予期待被虐待者的解放 沉沦者的提升 这样的主张 却好像不入今天 许多台湾年轻人的耳中 当年的日本 把台湾当成支持本国工业的后盾 也是南方发展的基地 而总督府对台实行特别法 不服日本的 就是所谓的匪徒 日本远景压制着社会 台湾人见到他们 只能低头竞争大人 内心满是惶恐 日本不让台湾民众 接受高等教育 担任公职也几乎无望 在那些堂皇的日剧时代建筑后 看似美好的一面下 却隐藏着台湾先辈的痛苦和眼泪 根本上 日本仅是把台湾 当作了经济原材料的供给地 台湾人也不过是二等公民而已 这也让他想起了电影 赛德克巴莱里的一句对白 我说是 我说是 人得 enjoy的事, 但你要是想跟你估计, 你太了, 你俩跟他一旦 等于你再去大代 你真的带我去大代 你带那些乃乎乓? 居然, 你真的很深三岛? 我纠闹,下来宫 你, 你真的很深刻? 男孩 Hardaway毒 我还在死 在但 causal生命 看上去 死掉了 破云 我们就在死 我们都走 要 главное 我们就跟这个 就是 大人 开罗宣言台湾光复后 台湾民众在教育、就业等方面 逐步取得平等与发展 读大学、扶工职不是梦想 经济也摆脱日本殖民地的附属地位 台大校长傅思年先生说 日本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 是殖民与南境的工具 而我们的台湾大学 却是要为提升台湾的青年 为发扬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而建 扩充知识 利用天然、增厚名声 为了教育而教育 开罗宣言正是抗战胜利的成果 却被今天的课本忽略 甚至加上几笔鄙视 面对时空壮阔的抗战历史 杨保罗决定眼见为时 用双脚亲自走踏那 早就被课本视为陌生的战场 在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阵亡的官兵超过了132万多名 其中职任最高的一人 是张自中上将 张自中 第三十三级团军总司令 他牺牲之时 指挥十万大军 负责防守的地区 是三国时期关云长镇守的荆州旧地 面积相当于半个台湾的大小 牺牲之后 追进为陆军上将 入寺首都中列祠 1974年 台湾拍摄了抗日电影 《英烈千秋》 张自中将军刚执威武的军人形象 更是家喻户晓 还有一只军人魂 足以对付我本人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也为张自中这位民族战将提词 北京、上海都有张自中路 杨保罗心想 也许这位在两岸有着共同记忆 备受重视的抗战将领 能够成为解开心中疑问的一把钥匙 于是 杨保罗把踏巡抗战足迹的第一站 设在了张自中将军最后一站的地方 湖北省襄阳市及周边 他将会发现什么 一段跨越时空的历史旅行 即将开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不笈合设计它 非刚才 Kriegin吗 コ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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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 请绝世